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底怎么回事呢 西班牙一名84岁的亿万富翁 也是我们的前银行家 他的名字叫做伯丁 日前竟然试图以私人的游艇走私避卡索的知名画作 叫做年轻女人头像 这样子的一个画作 从西班牙要把他偷渡到伦敦的拍卖会去 去年马德里的刑事法院判处他三年徒刑 而且这个部分我觉得最夸张 被判罚9170万欧元 相当于台币30亿左右 好的 我们来看看整个新闻是怎么回事啊 在2015年的时候呢 在伯丁的私人游艇上面 发现了这幅画 最终啊 没收并交给西班牙政府 并且啊 西班牙政府向伯丁提出了法律的诉讼 那最后呢 这个最高法院做出的判决呢 就是这个三年的徒刑 加上9170万的罚款 但是伯丁他本人呢 是否认偷渡的这件事情 他说他只是把这个画 带到瑞士去做保管 但是西班牙的相关机构就认为 这幅画啊 其实是国家资产 不是说你可以带出国就带出国的 那年轻女人头像这幅画 是毕卡索于1906年所创作的 预估的市价是2600万欧元 大家还记得我们刚刚说罚款是多少吗 是9170万欧元 结果他这幅画 其实他的价值大概只有2600万欧元而已 而伯丁呢 在2012年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向西班牙文化部申请出口 这张画到伦敦的这个拍卖会上 但是呢 因为呢 这幅画啊 被认定为明显具有历史价值 和超过100年的历史 所以拒绝了伯丁的申请 最后啊 他才出此下策 在2015年的时候 决定在私人游艇上 把这幅画给偷偷带出去 好的 在这个新闻里面呢 我们看到的这伯丁 他最终损失惨重 不仅化霉了 还要被判罚30亿的台币 所以呢 我们用一句英文 谚语来说就可以说 cost an arm and a leg 就是说我们花费了一只手臂 跟一只腿 那这个说法相传呢 是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许多士兵啊 不是失去了腿 就是失去了手臂 对他们来说啊 是非常惨痛的代价啦 所以啊 我们现在说 cost an arm and a leg 就形容很昂贵的意思 譬如说我们可以说 徐薇老师他买的这个名牌包啊 cost an arm and a leg 就形容啊 本身价值非常的昂贵咯 好的 在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个 比较暖心的故事 就是说 爱妻过河摔一跤 为你造一座桥 是什么回事呢 根据河北青年报啊 发生在石家庄这个地方 有一名叫做赵正书的男子 这边我必须 呃 给一下我的个人意见 我觉得赵正书这个名字 真的是非常的帅气 而且有武侠狭义的风格 等一下再来听听那妻子的名字 就知道他们两个是很合适的一对啦 因为有一次看到妻子在过河的时候摔倒了 于是啊 这赵正书 他就承诺要为妻子造一座石桥 一开始呢 老婆也以为这只是开玩笑玩笑话 没有想到她竟然花了五年的时间 真的造起了这座石桥 那她的妻子名字叫做燕艾维 这样子的这个妻子呢 回忆起这件事情啊 说在2001年的某天 她跟她的这个丈夫呢 一起拎着一筐的玉米 准备要回家 因为当时的这个河沟水的并不多 所以妻子呢就随手的就拿起了几块石头 往河里啊稍微这样丢了几下啊 搭出个简单的这样子几块石头的一个石桥的感觉 她就变想要踏着过河了 没有想到一个不小心摔了一跤 一屁股坐到了河沟里面 结果裤子鞋子都湿了 这个时候啊她的丈夫在旁边见状 赶紧去把她的老婆扶起来之外呢 也随口说了句 我帮你造座桥吧 那这个时候啊 妻子觉得她丈夫一定在开玩笑 怎么可能真的造一座桥呢 没有想到到了2003年的时候 她的丈夫赵正书呢 开始每天往这个河沟去搬运石头 这才惊觉 哦原来我老公是来真的哦 那这个燕艾维呢 本来想劝退赵正书说 哎这真的太累了啊 毕竟工程很浩大 这么大一个河沟 但是啊 赵正书就说 结婚多年来 我也没为你做过什么事情 这个承诺 说到了就一定要做到 于是啊 被这个丈夫真诚的感动的 我们的燕艾维呢 就跟她丈夫一起开始 两个人每天把石头搬运到这个河沟边 开始搭桥 那当地的人民呢 看着他们两个的举动啊 其实啊没有人相信他们真的能把桥造起来 甚至都在看热闹看笑话 没有想到耗时了五年 夫妻俩一同搬运了两万颗的石头 终于在2008年的时候造起了这座 长24米 宽5米 高4米的石桥 不仅啊 让夫妻两位不需要再特别绕道 这个石桥呢 也诞生了成为这个居民啊 勿农的首选之路 那因为这两个夫妻呢 他们的真挚感情啊 感动了不少人 所以居民也特地将这座石桥命名为夫妻桥 而这个夫妻住的那个胡同 那个巷子呢 现在叫做石桥胡同 是一段非常感人 而且非常意志坚定的一段故事啊 那讲到这么意志坚定的故事呢 我们就要来讲讲 两个与意志坚定有关的成语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精卫填海 是精石的精 保卫的胃 还有呢是甜 就是甜补的甜 然后我们的大海 在山海经里面描述了这么一个故事 说炎帝有个美丽的小女儿 她的名字叫做女娃 那这位女娃呢 她非常喜欢大海 但是有一天啊 独自在海边游玩的时候 不慎跌入海中 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而在这个女娃死后啊 突然出现了一种美丽的小鸟 传说就是这个女娃的化身 总是精卫 精卫的这样子叫着 于是啊 就被称作精卫 而这种小鸟呢 经常啊 不断的用她小小的嘴 闲着小石子啊 小树枝啊 就投植到了这个东海里面 一心想要把东海填平的样子 来化解自己当时 失足掉进东海里的这样子的一个怨恨 所以后来这个故事呢 就被浓缩成了精卫填海 所以这个精卫呢 其实本来是形容这种鸟 或者说这种叫声 来填这座海 用来比喻说 呃我们心怀冤愤啊 立志要报仇 然而呢 东海是如此的深 如此的广 所以精卫填海 又可以被拿来形容 意志坚定 不惧痛苦 是一个 跟我们刚刚赵正书 赵石桥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一个故事啦 好的 那在下一个成语里面呢 我们要讲到的就是 功亏一篑 那在书经里面就有提到啊 周武王 武王伐咒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 因为商朝的最后一个皇帝 咒呢 是一个暴君 所以武王在成功了伐咒以后啊 终于算是平定了这个天下 这时候啊 他旁边就有很多其他小国家 就要来巴结周武王囉 所以呢就送来了 从西方的 几只熬犬 熬犬又大又毛茸茸的很可爱嘛 那这武王看这样的狗狗 哇好可爱啊 就整天跟这些狗狗玩 那刚平定的天下啊 他都疏于管理 那这时候在他一旁身旁的这个大臣 叫做韶公氏 那这氏的这个字非常的复杂 其实他就是一个爽的这个字 然后把中间的这个叉叉换成一个一百的百 非常复杂的一个字啊 害怕呢 他的周武王啊 会玩物丧志 啊 疏于治理国家 于是啊 就跟他说了一个故事 他说我们今天如果要做一个小土丘 或说我们堆一个山 那我们叫做围山九刃 我们这个山呢 已经盖到九刃这么高了 那这个时候啊 如果我们公窥一窥的话 就太可惜了 一窥 窥就是拿来一个竹字头 那再加上一个昂贵的贵这个字 就是我们拿来装土这样子的一种容器 所以只差一容器的土 我们就可以把这座小土丘给堆成了 如果现在没有坚持下去 就非常的可惜 那我们的少公氏呢 就以这个故事来劝见周武王说 不能分心要好好的治理国家 所以公窥一窥 现在呢 我们就拿来比喻 事情啊 因为没有能坚持到底 而前功尽弃 跟我们前面的这个 金卫填海 或者是赵正书呢 刚好是成一个相反的例子 大家要记得 今天的两个成语 金卫填海 以及公窥一窥 好的 在下个段落之中呢 我们今天呢 不讲电竞了 我们来聊一聊 人类吃辣的文化 到底为什么吃辣呢 辣不是一种痛绝吗 对身体到底健不健康呢 我们在下一段 再来跟大家说明咯 哈喽 大家欢迎回到大成小馆 我是大成 我们在这个段落里面 我们要来聊到吃辣这件事情 我们先来看一个新闻 网红挑战半碗超辣的死亡拉面 结果呢 手脚麻痹失聪两天 怎么回事呢 近年来啊 非常风行的世界各国的韩国泡面 有许多标榜辣味 而且尤其啊 标榜地狱辣味 这样子的泡面出来 那就有一位网红呢 叫做巴拉 是一位英国的网红 他自认呢 非常会吃辣 没有想到 他挑战这碗地狱辣面呢 不到半碗 就一次出现过敏反应 导致牙齿麻痹 喉咙紧缩 手脚失去知觉 更短暂的失聪了两天 具体呢 是这样子的 巴拉表示他从小就很爱吃辣 当他吃下这个第一口的这个三氧辣鸡面的时候呢 觉得真的非常的不错 很好吃 但是几秒后啊 就开始觉得不太对劲 那个后劲就上来了 那味道又浓又呛 突然像一把火无法控制一样 有如熔岩般流进胃里 我的牙齿感到麻痹 喉咙也开始抽搐收缩 这个是巴拉他自己所说的 那最后呢 他甚至提到 他的身体都麻痹了 尤其是手指 而且全身都在发烫 后来啊 他就短暂的失聪了两天 之后症状才慢慢消退 好的 在这边呢 也友善的提醒大家 吃辣这样子的行为 尤其是这种地域辣度的 大家一定要谨慎小心 不要为了好玩 或者是为了这种网红的流量 去轻易的尝试 好的 那我们又说回来 现在吃辣已经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情 我们在整个全世界的各国料理中 都能看到吃辣这件事情 那最开始 他是 呃 为什么人类要开始吃辣呢 因为健康 还是因为好吃 那辣椒他又源自于哪里呢 其实是这样子的 我们先来说说 吃辣椒对身体的好处 那其实过去已经有非常多的研究 证实了 辣椒素有益身体健康 它能抗氧化 保护血管 而且最近的新研究也发现呢 常吃辣能降低死亡的风险 以及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 那辣椒中含有维生素C 维生素A β胡萝卜素 那这个是我们很难想像的嘛 因为平常吃辣椒的时候 觉得它果实小小粒的 不会想到它其实富含这么多的营养 甚至在矿物质上面 以钙、铁、钾的含量 都是算是比较高的 那意大利住院和治疗科学研究中心 进行了长达8年的研究 分析了2万人的健康 还有饮食状况 发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 说每个星期至少吃4次辣椒的人 比不吃辣椒的人 死亡风险低了23% 心脏病死亡风险低了40% 而中风的死亡风险 也下降了50%以上 所以说吃辣椒在这种心血管 中风也跟血管有关嘛 这样子的死亡率上是影响非常大的 而他是说每周要至少吃4次以上 另外吃辣最大的问题 或大家最诟病的 除了辣的嘴巴很难受之外 当然就是伤胃 那在动物的实验上面 大量的辣椒确实更容易伤胃 但是微量的辣椒 反而可以刺激胃部的血管 进而保护未必 所以大家吃辣 如果吃的适量的话 其实对身体是非常健康的哦 那辣椒这么好的东西 它是怎么一路来到东方世界的呢 它最早啊 其实是原产于我们的中南美洲的热带地区 从这个墨西哥到秘鲁这块 就加勒比海啊那个地方 那在古印度人啊 在很多不同的地域 就已经纷纷培植了各式各样的辣椒 早在公元前7500年 它就已经有被记载 是这个会作为烹调食品在做食用 就大家会特别去找它来入菜 而不是意外的吃到这样子 那在这个15世纪末的时候呢 哥伦布来到了美洲之后 在加勒比海发现了辣椒 就将它带回了欧洲 那一开始在欧洲呢 只在这个葡萄牙 西班牙 伊比利半岛这个地方传播 后来啊 随着这个地中海航线 就传遍了整个欧洲 甚至到了亚洲来这样子 那在明代之前 在我们中国东方的这个饮食文化里面呢 作为辛香料的主要其实是 姜 花椒 猪鱼 还有胡椒 其实是没有辣椒这样子的品种的植物啊 那在辣椒传入中国之前呢 这个辣椒先来到了印度这个地方 因为印度在他们这个欧洲的贸易航线上 会更鲜嘛 来到中国之前会先经过印度 所以就有了酸辣猪肉啊 咖喱螃蟹啊等等 印度也吃很辣 也是来自这个欧洲航线的辣椒 那后来呢又继续东传 来到了麻六甲 那这个麻六甲呢 其实就是现在的马来西亚 那马来西亚也是很多华人长期居住的一个地方 而且当时呢 在海境政策的时候也是一个重要的贸易据点 所以呢 很多东西或很多植物啊 动植物都会经由麻六甲去做一个传播 从西方世界来到东方世界 所以呢 娘惹菜 Laksak 这样子呢 很具马来西亚特色而使用辣椒的料理 也是那个时候诞生的 而辣椒呢终于在明代的末期传入了中国 当时被当成是一种观赏性植物 第一次记载的辣椒啊 可能是在这个尊生八尖这本书上 啊可见一开始是观赏用的 因为呢 他是在这个四十花季这样子的一个章节中提到 就是说辣椒它红红小小的很漂亮 一开始呢 传到中国的时候 大家只是用来看的 那第一次被记载在有实用的这个可能性的时候 其实在康熙六十年间 在四周辅置这个地方 那这本书里面有写到 海椒俗名辣火 土苗用以代盐 那大概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贵州这个地方 因为身处这个比较算内陆嘛 所以呢非常的缺盐 而辣椒被发现适合来做配料 所以啊 贵州山区的人民就开始尝试 吃辣椒 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 辣椒就风靡了整个贵州 而且慢慢的影响到周边的省份 终于啊 打开了一所 探索这个辛辣世界的大门 好的 那说到这个段落以后呢 我们也想聊聊 吃辣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 就是说 到底我常吃辣以后 我会不会变得更能吃辣 还是说它其实是天生的呢 其实吃辣呢 在我们人体的反应上来说 它跟我们觉得烫 在脑部 其实是同一种基因 所以有的人 你看他为什么在大热天底下走 也比较不容易流汗 或者是呢 他喝烫的东西比较没有感觉 或吃辣的忍耐力比较强 其实呢 都是同一个基因所诱发的 那我看的那一篇期刊报导里面也说到 其实我们的大脑呢 在这个 我们被烫到的时候 我们人体其实是会想流汗的 这件事情就感受到我们 其实身体的运作上的一种不科学 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其实吃辣这件事情 跟基因遗传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包括像我们喝酒的时候 有时候会觉得嘴巴里有一种辛辣感啊 然后呢 耐烫耐高温耐辣 这些呢 都是同一个基因所决定的 所以通常 耐热的人 容易 喜欢吃辣的人 或能忍耐辣的人 他们呢 都是一起发生的 这种症状 这种特征 都是一起出现的 那另外再说说 我们家自己的这个 饮食文化里面的话 感觉呢 习惯吃辣 也会很大程度的去影响 吃不吃辣这件事情 像我爸 他就是从小家里 就会吃很多的辣椒 就各式各样的菜里面 都可以入一点辣 而我妈妈呢 徐薇老师则是家里 基本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辣椒 或者辣椒 只是最后切来配颜色用的 所以他就不会吃辣 那吃辣呢 其实他是有助于排汗 然后呢 会对身体做一个降温 所以我们在很多热带地区的地方 也常常看到 有吃辣 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现象 所以吃辣这件事情呢 其实现在已经升值到我们 所有 也不能只是说华人地区 甚至全世界都有各式各样的吃辣文化 而以墨西哥为 呃 这个发源地的这样子的辣椒 在墨西哥那边的吃辣文化呢 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甚至呢 在当地啊 会有这种 有一些部落 以吃辣作为男人求婚的一个代表 就是说他们在求婚找老婆的时候啊 他们的老丈人 会给这位新郎来一个考验 就是呢 去调制一碗 或是一道非常非常辣的料理 然后呢 要让这新郎啊 去把这一个辣 把它吃完 那吃完呢 代表他可以刻苦耐劳 很懂得吃苦 能勤奋地认真工作 这样子呢 老丈人才同意把女儿嫁给他 等等非常多有趣的这些民间故事 也可以看得到就是吃辣这件事情 在我们的饮食文化中 已经是非常的深入 甚至呢 已经不仅仅是饮食方面 也结合了我们生活的很多面貌 所以吃辣这件事情 呃 我们今天讲到了这个 很多关于吃辣的好处 以及吃辣的一些有趣的小事迹 下周呢 我们会再聊到哪些菜系里面 我们常常见到这个辣椒的使用 而他在料理中又占据一个 怎么样的地位 好的 今天的大城小馆就讲到这边 然后大家不要忘记 我们大城小馆的podcast 已经在各大平台都上线了 大家可以在各大平台上面 搜寻听说这样子的频道 其中呢 就能找到我们大城小馆的节目啦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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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